9月10号 9月10号 我在优酷自评到狂欢节 我在优酷自评到狂欢节 等你来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年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皮肤看着非常好 谢谢 头发也很柔软 脾气好 好看 如果男人这一生有机会给自己买七条内裤的话 17岁之前是妈妈给买 17岁之后是女朋友给买 到了27岁之后是老婆给买 到了67岁之后 我就不知道谁给买了 当然 全副武装到内裤的007可从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在她这一生中 有一个固定的妈的为她准备的一切 让她可以在一群不固定的美女朋友面前 尽显她的优雅 我带着我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了迈阿密007博物吧 对了 那个林德伯格的内裤 现在呢 我用林德伯格的内裤来证明 我跟007就有一限制 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做广播体操的时候 我会站在最后一排这个位置 那个时候啊 并不是因为我发育得早 而是我觉得站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看到我暗战的女孩子 等我上了高中 我偷偷地偷了我爸一根香烟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你 登播 上高中的时候 我偷了我爸一根香烟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名气 上大学的时候 我站在舞台上汇报的时候 底下有很多很多学妹 被我呐 那一刻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名气 在我第一部戏插听的时候 导演用他增强的Vist 为我庆功的时候 那一刻 哼 难道我不是007吗 盛月流逝心智见长 我努力攀爬在这个社会中 我慢慢地发现 每一个人都是00级 我倒是忘了 我自己是00级了 男人这一生啊 都在崇拜英雄的迷思中度过 是高大的父亲 还是抡着铁棒的孙悟空 还是手拿不了您的 James Bond 007 这个家喻户晓的 特工男 或者可以说是万人名 圣人也可以把它叫成花花公子 这个代名词 灵力尽致地揭示了 像灵力尽致地向世人揭示了 追求英雄就是你男人的天性 捕获英雄是你的本性 好痛 本能 OK 这样了 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下 历刃扮演007角色的人物 先从第一人说起 第一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叫肖恩·卡纳利 在她大演员之前呢 她当过兵 做过瓦尼匠 做过货车司机 她甚至 还做过棺材匠 灵力尽这个角色让她家喻户晓 但很久很久之前 就已经开启了看脸模式 那个时候第二任的扮演者叫 焦拉战妹 当时一年就觉得长得不够帅 长得不够有魅力 而拉低了票房 但是第三任扮演者 罗杰摩尔 她用她那金色的头发 和那上天入记 无所不能的魅力 重新又征服了观众 毕业于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 第四年年期 提摩西达顿 反而用她接地系的吊丝气势 在性格上 丰满了永远西装格鲁 发型雷打不乱的模范 第五任 皮尔斯布鲁斯男 纯香可口 可以秒杀赤城杭里清白紫 各种肤色的 大妈大婶 我也多希望我有这样的能力 我希望我自己还能吸引 现任的叫丹尼尔 克雷格 他粗旷 锐利 冷酷 一开往日007风流倜傥 重新擦亮了这个荧幕的长景数 镜头镜头 OK 007是经久不衰的全球性幻想对象 对亚洲的蓝色审美的浪潮 起了巨大的开启作用 但是在亚洲逐渐兴起蓝色审美的过程 几千年来 男权统治残留的并态审美思想 根深底 蓝色小鲜肉 一统江湖的背后 是逐渐富裕起来的大妈大婶 替亚买单后的精神消费品 007所传递的歧视精神 与绅士精神似乎视而不见 没关系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我们导演用科学 保证了小鲜肉 对分泌杜巴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先游记就是开启你还有你 你你你你以及电视机前的你 你们可以开启多8n的水 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高度集成化的电子生活 让你成为007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说不定每天在某个蓝色直播间 小鲜肉们一个个竞相模仿007取约路人 在这个物化的精神世界 你要有一把枪 枪越大了 要有一辆车越贵越好 你要有Q博士为你设计的林林总组 口红枪 轮毂激光枪 波轮气船垫 清化物香烟 林德伯格内裤 无限漫游宝等等等等 当然 还有我为大家准备好的魔术 如果 你喜欢007的话 欢迎你们跟随我们现游记的脚步 一起对奈阿蜜007博物化 今天去了007博物馆 我一直在紧张的状态度过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一直在背词 里面有很多我念起来比较别口的句子 所以说对我来说背起来非常难 我发现出一个紧张状态 表现得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男人崇拜这个英雄的天性 女人捕获英雄的本能 就是男人的天性 崇拜英雄就是男人的天性 林德伯格内裤所以传递的精神精神 骑士精神和绅士精神 我们在只有一台摄像机的情况下 要拍一个长镜头 8分半的长镜头 最后呈现的是什么效果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敢想敢做 实不实的 把镜头移开好吗 5分半的 mies